那我们接下来我要继续跟你们分享 刚刚是不是有讲到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的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 回来去看这个资料表 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要 要多练习一下 多练习那个分析 所以请问一下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产品的类别 我们有行ID 订单ID 订单日期 发货日期 邮寄方式 客户ID 客户名称 细分程式 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资料 我们是不是可以拿过来去做资料的分析 好所以我先我先把它 比如说放在这个地方 选择性贴上贴成直 转字 我有这么多栏位 对不对 请问一下 这个行ID里面放的是文字的栏位 还是数字的栏位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第一笔记录 第二笔记录 第三笔记录 请问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没有人要去把第一笔记录的一 加第二笔记录的二 对不对 没有人要加这种 这根本就不是数字 它是文字 你看嘛 像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没有看到 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它靠左边对齐了 对吧 你要能够区便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填 男生女生 我们不是打出中文字 我们是用 一是代表男生 二是代表女生的方式 你就以为说 性别那一栏都是 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对不对 你不然说 因为你用了一个代号 它就是数字了 好 所以请问一下 订单这里 订单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行ID 所以行ID是 是文字 请问订单ID是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请问订单日期是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一直到产品名称 交货额是文字还是数字 数量一定是数字 折扣也是数字 利润也是数字 星期 文字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你看通常我们拿到资料 文字 类型多 还是数字类型多 数字 比较少 一定是文字比较多 那我们通常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再去思考一件事 通常我们的分析 是不是可以拿一个文字类型 一个文字类型 然后搭配什么 一个数字类型 所以这边总共 这边总共有 17个 这边还有一个文字 17个文字 搭配什么呢 4个数字 到分析 到分析 谢谢大家